大家好,我杨风,今天2月2日。 2月1日的消息,缅甸总司令扣押了昂山素季。 台湾的翻译是翁山素季。 这个消息一出来,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 西方国家更是直接炸锅。 美日英法和印澳,立刻要求,缅甸军方必须要释放昂山素季。 网路上也有许多的说法,在那边猜测,谁? 谁?是幕后的主使者,哪一个国家支持缅甸军方的政变? 台湾有个说法,把幕后的主使者称为藏镜人,因为这是躲在镜子后面,也就是幕后的黑手。 杨风今天也临时抽空了一个题目,先谈一谈这一次的政变,是否真的有幕后的黑手? 第二,局势会如何发展? 而昂山素季会不会被释放? 第三,这对于中南半岛的局势,会有什么样的影响? 会不会影响RCEP的签订,以及影响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? 刚刚说到,美日英法印澳,要求缅甸军方要释放昂山素季。 所以,从这一点来看,西方国家应该不会是这一次军事政变的幕后黑手。 那么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为什么会急急忙忙地要求缅甸军方立刻放人呢? 那么,这里可以有两个解释。 第一,西方国家讲究的是民主政治,人权,所以反对这样的军事政变,认为这是违反了民主的潮流。 这是西方国家多年来,惯有的态度。 第二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是支持昂山素季的。 同时,昂山素季也被视为亲美派,代表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。 所以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才会在第一时间,反对缅甸军方扣押昂山素季,会要求放人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西方国家长久以来,都是支持昂山素季的。 昂山素季下台,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。 因此,幕后的黑手,应该不会是西方国家,不会是美国。 那么,会不会是其他国家呢? 网络上有人说,是中国在背后支持缅甸军方。 这个说法的根据是,缅甸军方在过去,长久以来把持政权,大权在握。 所以,虽然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民主联盟, 赢得了选举,取得了政权。 但是,中国和缅甸军方,仍然有密切的往来。 但是,这个说法,第一,不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。 中国长久以来,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,不干涉外国的内政。 尤其是国外的政权更迭,中国是不会干预的。 第二点,北京不会那么傻。 介入他国的内政,那就是选边站。 这会造成很大的后遗症。 介入一个不稳定的国外政权,内部的政权交替。 这不符合外交上,长久经营的道理。 北京的外交政策,向来是非常谨慎。 所以,要是阳风的话,也不会这么做。 第三点,虽然昂山素季不是缅甸的总统,这是因为他的家人,是外国籍的缘故。 缅甸的宪法禁止配偶,或者是小孩,拥有外国籍的候选人,成为缅甸的总统。 而昂山素季的丈夫,他的已故丈夫,是英国人。 两个孩子,也都是英国国籍。 但是,昂山素季在缅甸有很崇高的地位,外界都还是认为,他才是缅甸的实质领导人。 昂山素季带领民主联盟,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之后,在第一年的时间,在外交政策上也曾经犹豫过。 犹豫什么?到底缅甸的经济该怎么走? 缅甸的外交方向该如何?要跟谁合作?是要亲近西方呢? 还是要亲近中国。缅甸的经济发展落后,在东南亚国家中,缅甸的经济发展是落后的。 远远比不上新加坡,越南,泰国,马来西亚,以及印尼。 昂山素季靠着西方的支持。西方国家支持缅甸的民主进程。 但是,西方国家对缅甸的经济发展,却不能给予实质的帮助。 缅甸的情况,是西方国家30年来所面临的问题。 也就是说,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,支持他们的民主化。 但是,却没有能力,或者是没有意愿,来帮助他们,发展他们的经济。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。 一个第三世界国家,内政不稳定,经济发展不起来。 那么,就谈不上社会的安定,谈不上国家政权的稳定。 昂山素季的民主联盟,在2015年,取得了政权之后,曾经一度放慢了和中国经济合作的脚步。 但是,当他们事故遗忘。 一方面,自己没有能力,没有资金,也没有技术。 二方面,他们无法从西方国家那里,得到实质上的援助。 想一想,还是又回过头来,去跟北京继续合作,持续地进行和北京的合作计划。 因为,当昂山素季,环顾失望的时候,也只有中国能够帮助缅甸发展。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 不管是军方掌权也好,还是昂山素季掌权也好,都要面临国家发展的问题,国家发展的现实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北京是同时和昂山素季的民主联盟,以及缅甸的军方,都有联系,都有打交道。 北京不需要刻意地去压保任何一方。 还有第四点,这两年来,北京在面临美国全方位的打压之下,在外交上可以说是谨慎又谨慎,小心再小心。 北京如果压保缅甸军方,支持缅甸军方政变,这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,或者是被泄露出气。 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形,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,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。 对中国的压力,绝对会是排山倒海而来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就算是,北京完全没有介入缅甸的政权,更迭,也有可能会被西方国家指责。 指责说,北京是幕后的指使。 所以,北京没有这个必要,来违反自己长久以来的外交政策,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,来介入这种事情。 那么,会不会有可能,是美国设了一个局,然后移花切木,把矛头指向中国。 让中国背负着幕后黑手的国际阴谋。 我们说,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。 只不过,这样的做法,难度太大。 一方面,美国必须要说服缅甸军方。 这方面,美国要冒着昂山素季,失去政权的风险。 而且,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风险。 就算是美国违反自己长久以来的原则,去支持一个不民主的缅甸军方,来替代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党。 但是,这并不保证,缅甸军方在完全掌握了政权之后,一定就会听从美国的。 所以,这个做法是难度高,风险大。 而同时,只要北京双手,不沾锅。 美国想要把这个锅,甩到北京的手上,赖到北京的身上。 那么,就算是一时之间,国际间还是怀疑北京干的好事。 但是,时间久了,也甩不了,赖不了。 杨丰认为,大概率的还是缅甸军方自己。 是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,也是最高将领,明昂来。 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,保护自己家族,以及各种群带关系,各种利益链的财富,和权力,所发动的政变。 他要确保他的家族利益,以及在关系链上,各种千事万缕的利益,不会在他退休之后,受到损伤,所以才会发动政变。 所以,明昂来,最多就是在政变之后,尽可能希望其他国家,能够承认政变事实,承认缅甸的现状。 我们接着来看,局势会如何发展?昂山数季会不会被释放? 这一次,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,明昂来比较精明了。 他宣布,去年11月的大选,出现了大规模违规的情形。 这个说法,和去年美国的川普是一样的。 所以,闽昂来宣布,缅甸进入一年的紧急状态。 一年之后,军政府会让缅甸重新举行大选。 到时候,会把政权,交给赢得选举的政党。 其实,闽昂来,就是趁着西方疫情严重的时候,发动政变。 西方国家现在是自顾不暇,没有办法过度介入缅甸的政变。 美国现在是一方面,在全力对付疫情。 二方面,又在竭尽全力,要对付中国。 哪里凑得出手,凑得出时间来,来应对缅甸的政变。 最多就是对缅甸制裁。 但是,按照过去。 美国制裁古巴,伊朗,和北韩的记录。 只是让被制裁的国家,经济衰退,民生凋敝而已。 对于该国的政权,却是没有办法。 对于闽昂来而言,也无所谓适不适放的问题。 闽昂来所要的,就是接管政权。 软禁昂山素季就可以了。 不用把昂山素季下到监牢里。 然后,在这一年的时间里,闽昂来会尽量地来培养接班人。 安排好布局,然后再等待一年的时间。 至于一年后的选举,能不能够如愿,我们到时候再来谈。 总之,闽昂来,就是想学几年前泰国的政变一样。 接着我们来看,缅甸政变对于中南半岛的局势,会有什么样的影响? 会不会影响RCEP的签订,影响中国的利益? 我想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。 我们这样来看,缅甸政变, 闽昂来所代表的军方,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围剿。 甚至于缅甸还要面临未来可能的制裁。 所以缅甸不会倒向西方,倒向美国。 中南半岛的局势,大概率的,会停留在缅甸自家院内,茶壶里的风暴。 大家骂一骂之后,过了几个月,又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。 所以,这对中南半岛的局势,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 对于RCEP而言,需要有六个东协国家,以及三个非东协国家,国内的批准。 缅甸的政变,不会影响大局。 RCEP是否能够最后通过? 重点还是要六个东协国家,以及三个非东协国家的通过。 同样的道理,美国也不会因为缅甸的政变,而影响对中国围堵的布局。 也不会影响美国在去年所构建的印太战略。 至于东南亚国家,东盟,2015年之前,就已经多年和缅甸军方打交道了。 只是现在的光景,又回到了那时候。 对东盟国家而言,该做什么,还是会做什么的。 那么,对中缅石油管道呢?会不会受到影响? 还有,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妹公河工程,会不会受到影响? 杨风的说法是,缅甸的乱局,肯定会乱上一阵的。 但是,基本上,缅甸的对外政策,不会有多大的改变,也改变不了多少。 缅甸只是一个区域内的小国。 这次的政变,多半时候,会是茶壶里的风暴。 对于外界的大局,影响不大。 无论是中国,美国,还是RCEP,影响都不大。 上一集的视频,有网友留言建议。 说杨风的视频内容,分析得还不错。 有独到的视角。 但是,这位网友不建议杨风,在视频中提到以前的视频。 比如说,某年某月某日的视频所说的内容,得到了验证。 觉得这是在吹嘘自己,预测准确。 杨风在这里解释一下,有好几个原因。 第一,杨风在2018年9月开始做节目。 但是,一开始的时候,我们播放的时候,就立刻受到网友的围剿。 当时,杨风是在ACM的频道上播放。ACM的观众们,几乎都是反中的。 杨风的视频,每天都被围剿。 甚至于,杨风在头一个星期,有两期的视频,如何在五分钟学会写篇好文章。 都有人批评。杨风就有点生气了,回应给那位网友说。 这是有关写文章的视频,是文化的视频。 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? 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 杨风在ACM,被批评的多了,太多了。 过了一年之后,在2019年8月,杨风没有办法,逼不得已,就连续出了三期的节目。 有关美中贸易战胜负预测。杨风在视频里都说。 如果杨风说的不对,不准。 那么,杨风会从此退出江湖,不再做视频了。 大家还可以去翻一翻那三期的节目。 杨风的说法是,第一,不做新闻报道。 杨风做分析,做评论,并且还会做预测,做前瞻性的趋势判断。 因为杨风认为,如果预测的结果,判断的趋势不对,不能够验证。 那么,之前一大堆的分析,推理,可能就是错的。 杨风的目的,就是想要和那些反中的频道区别出来。 杨风如果说的不对,那么尽管观众们批评,甚至杨风关门不做。 不管某个频道是反中的,还是挺中的,是反美的,还是挺美的,都要为说法和内容负起责任。 那么,怎么去判断,某个频道的说法和内容是对的呢? 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在日后得到验证。 2019年,杨风做了一个预测,中美双方有可能会签订阶段性协议。 如果川普政府不愿意和中国签订阶段性协议的话,那么两国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协议。 中国绝对不会完全依照川普的要求,来签贸易协议。 2020年1月15号,中美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的协议。 杨风的预测算是验证了,也因此杨风才会继续来做这个节目。 杨风不是开玩笑的。 如果那次杨风的说法错了,杨风真的是不做节目了。 这不是开玩笑,因为杨风觉得如果说的不好,不能给观众带来益处的话,那不如不做。 杨风也可以老实地告诉各位,杨风做节目,非常辛苦。 YouTube频道的收入,还远远比不上杨风平常的收入,差了很多。 杨风做这节目,完全是一腔热血。 杨风也可以老实地告诉各位,2020年1月15号那时候。 虽然杨风的预测对了,并且阶段性协议的说法,之前有可能是全频道中唯一一个做这样预测的。 但是,那时候,杨风的频道才1200人订阅,不怕各位笑话。 但是,做了一年多,才1200人订阅,杨风那时候真的是想要收摊,不干了。 所以,杨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做节目的。 同时也是自我期许。 不吹,也不黑,也不划众取宠,要忠实的评论。 但是,忠实评论也未必有用。 如果不能带给观众一些什么,那又何必做节目呢? 关门收摊,算了。 所以,杨风才为自我期许,要说得对才行。 起码要尽量说得对,不能够太离谱。 这就是杨风频道的特色。 第二点,杨风希望能够有系统来说。 所以,往往会在节目中,提到以前的说法。 一方面,是之前的节目,会事先给观众一个画面,事先有一个说法。 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。 然后,再过一阵子之后,如果之前的说法应验了。 那么,杨风就会提到之前是怎么说的。 希望观众朋友们,有机会再去看一看。 杨风就不会去重复的诉说。 杨风希望这样子,能够有系统的说。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,把你们的想法,说法,还有预测,也都说出来。 我们大家不分彼此。 彼此都是网路上的朋友,一同来探讨。 不管是杨风说的对了,还是观众朋友们说对了。 大家都予有荣烟,一起分享,一起见证。 还有其他几个原因,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 欢迎大家留言,批评,指教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。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